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朋友 The Cryptkeeper 还在学校 事实上 我在Horrorbird 骷髅哥忙着期末的恐怖考试 而今晚的高等死亡教育 来自一个复活的穆乃伊 在埃及学的课堂上 教授说起名为拉姆塞斯的法老传说 他有着极强的战友欲 还没来得及与王妃玩婚 就变成了一具穆乃伊 但在每年的死亡忌日 他都会从墓地出现 年复一年的寻找奈弗拉王妃 百姓却愈发心惊胆战 最终达成极端的解决方案 每年送一名处女到坟墓里 可那终究不是奈弗拉 法老会变得更加狂暴 将所有愤怒发泄到女孩身上 这活人计很不公平 但能保证法老不跑出来 随即宣布几天后的考试 抓起一名学生提问 雷吉根本没法回答 他的心思都在足球上 所以教授故意挑他提问 如果这次考试不及格 他就会失去足球比赛的资格 随后将试卷扔进公文包 雷吉顿时有了主意 随后找到打工的史黛拉 这众人眼中的书呆子 如今变成唯一的救命稻草 雷吉约定下午三点在图书馆见面 史黛拉笑着挥挥手 乐得能帮到体育帅哥 此时他准备好几本书温习 雷吉却是姗姗来迟 手上什么都没带 似乎没有要补课的意思 他解释自己学不进去 唯一擅长的就是踢球 但有一个方法能管用 教授家有一堆古埃及的藏品 史黛拉可以去预约参观 他肯定会同意优秀生的请求 当教授的注意力分散时 自己就去抄下其中试卷 史黛拉文言连连摇头 说什么也不愿意帮忙 雷吉急忙承诺会保护他 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 比赛结束有一场庆祝派对 他会邀请史黛拉 作为约会对象参加 说着直接亲了上去 经过这套组合攻势 他彻底沦陷了进去 到了第二天晚上 史黛拉登门拜访教授 谎称想要参观古埃及搜藏 两人很快来到地下室 他转身发现奇怪的墙壁 那是教授最珍贵的藏品 一个真正完整无缺的墓穴 史黛拉满脸不敢置信 教授当即让他参观一下 还没等他拒绝 厚重的石门缓缓打开 迎面扑来一股寒冷的气息 也就是这时 雷吉推门走了进来 教授不停催促他进去 史黛拉感觉有些奇怪 这些火把怎么点着了 就像是准备好的一样 就在两人拉扯之际 雷吉文声走了下来 史黛拉急忙呼救 他冲上去拉了回来 眼神中满是惊讶 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吗 随即将史黛拉推了进去 沉重的石门迅速关上 他连忙上前拍打 却没办法从里面打开 只见教授拿起一个号角 随即吹响刺耳的声音 里面的棺材不停晃动 史黛拉吓得连连后退 法老正缓缓朝他逼近 可墓穴终究无路可退 他无意看了眼地上 发现一顶眼熟的帽子 不料这时 一只手突然掐住脖子 面对着强大的力量 史黛拉并没有反抗 而是念出法老的名字 拉姆塞斯缓缓把脸凑近 想要看清对方的面容 史黛拉连忙脱下现代眼镜 表示自己是奈弗拉王妃 随即戴上那顶帽子 拉姆塞瞪大双眼 陈锋的内心有了波动 温柔地用手抚摸起来 楼上教授一边倒酒 一边介绍画像里的祖父 他几乎搜刮了 尼罗河畔的所有墓穴 地下室的拉姆塞斯 尤为珍贵 家族一直是做最佳瑰宝 可处女越来越难找 教授不得不找他合作 随即拿出一份期中考试卷 雷吉看了眼并不满意 C家的分数远远不够 他要加上几件地下室的藏品 那些肯定能值不少钱 眼见对方一饮而尽 教授不由露出笑容 表示他应该认真听课 关于古代尸体防腐 他们通常会调配一种药剂 然后往死人的喉咙罐去 器官用不了多久 就会溶解 雷吉以为他在吓唬自己 教授明明也喝酒了 可他们喝的并非同一瓶酒 雷吉彻底绷不住了 还想冲上去同归于尽 身体却已经开始溶解 教授被喷得满脸都是 连忙将其拖到地下室 把尸体放进一个空的棺台 可没等他放松几秒 那扇石门竟然自动打开了 拉姆塞斯直勾勾盯着他 教授不由感到疑惑 这情况有些不对劲 史黛拉从身后走了出来 他现在成了奈弗拉王妃 法老刚刚重信了自己 史黛拉从三好学生彻底废话 怒喷那堂无聊至极的课 他将每句话都记了下来 关于不死木乃伊的传说 特别是吃醋的那段 拉姆塞斯最见不得这样 说着装作要亲上去 一直手猛地掐住他的脖子 显然和教授说的一样 拉姆塞斯有极强的战有欲 他最终在痛苦的折磨中没了气息 时间来到几天后 史黛拉被叫到办公室 男人出示自己的证件 关于他的课堂作业 史黛拉疑惑成绩如何 男人不知如何回答 只能请他去室里走一趟 而身后的两幅棺材里 两人都被做成了木乃伊 史黛拉这项特别的课堂作业 成功获得了A家的好成绩 我猜这一回是一回 了Reggie和Professor Finley 你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Kiddies Nephra SayNephra Again ConCare 哥 开始 优子 音乐 酱 揋 討 云 感谢观看